大家好,我是B雷 這次我想來分享一下 WitchEats比較少介紹的這個模式 就是創造模式 基本上它是一個所謂的製作地圖 或者是去擺放一些物品的一個創作功能 那這邊總共有19張官方地圖 但就是已經把基土建設固定住了 然後讓你去做擺放物品的一個功能 當然你也可以再額外做一些建築物去增加 然後改變原本官方地圖的這個樣貌 接著底下有10張作為一個地圖的一個基本成型 就像小鎮白天是清晨的一個基底 後續加上一些建築物才變成了清晨 那這邊有一些地圖像內部 小鎮白天還有小鎮夜晚 這三張地圖是沒有所謂的遊戲的BGM的 我們以清晨作為例 創建遊戲之後 清晨它其實是有一個BGM的 我們把音量稍微調大 像這樣它有一個基本官方給它配置好的一個BGM 但是它的一個基底小鎮白天呢 其實是沒有BGM 頂多能聽到幾聲鳥叫聲 那小鎮夜晚的話成型是南瓜小鎮 南瓜小鎮也有一個非常明顯的BGM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這一首的 但是它的一個基底小鎮夜晚 卻是非常安靜的 所以這邊是沒有BGM 那我也是測試了這些 總共39張地圖 內部的話基本是一個最空的一個圓形 然後寒冰也有這種冰天雪地的一個BGM 那其他地圖都是有的 就是剛剛指到的這三張 這三張是沒有所謂的BGM的 所以如果你個人是比較喜歡它 某幾首BGM的話 就可以照著你喜歡的一個 基底去做一個創作 那麼再來這一邊呢 就是要說到一些比較特殊的 它的每個地圖啊 明亮度 都是已經固定的 像你的這個寒冰白天 基本上你怎麼調 它的亮度就是這麼亮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要做創造地圖的話 可能可以先做稍微調暗一點點 然後個人建議在創造模式下 盡量把你的這個幾乎都拉到最低 因為有可能在你添加各種建築物的情況下 然後它的一些貼圖效果啊 可能地圖上本身有這種飄雪的這個效果 都怕會影響到你電腦的效能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可以把它先調低 那再來像白天的這個冰雪 它都有這個飄雪的這個效果 像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呢 是可以把它做為一個不用在地圖的平面做建造 我們可以把它拉伸到高空 拉到高空之後就沒有這個飄雪的效果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從這裡去做一個開頭 例如我想要先做一個地板 然後我們設定這邊其實可以稍微試著一下用英文模式 英文模式的好處在於它這邊搜尋 基本上你用英文才能收到英文原本的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這邊使用中文的話 像我們舉一個煙囪來講好了 你要打煙囪 基本上它中文不太能夠打得出來 然後這邊也沒有聊天模式可以讓你去做複製 所以用成英文的一個介面去做搜尋的建築物 可能會比較快速一點 這樣子 然後物品的介紹跟它搭建的方式其實是蠻簡單的 首先呢這邊是有TAB鍵 去做一個轉盤的選擇 左下角就是放置東西 上面呢就是編輯這個物品 它的一個位置 它的旋轉角度 它的長寬高比例 再來右下呢是一個連結 如果你的物品沒有連結功能的話 這邊是沒有辦法做連結的 再來我們右手邊的基本操作 其實也是WASD 右鍵按著是可以移動你的視角 然後不會去碰觸到任何物品 左鍵就是點擊 點擊物品讓它有一個外框 跟點擊配景取消選擇 再來我們這邊也是可以中文的 中文來看一下 點擊到物品之後呢 你可以作為一個托椅 就是說 以這個物品的視角去做旋轉 或者是你以它的一個三項的軸 去作為它的位置移動 又或者是黃球 以你本身的一個視角 去做調整 但是這個會非常的混亂 它會有一個三軸 全部一起活動的一個位移點 所以這個會比較亂一點 我們建造一個來看一下 差異性 像它鳳梨呢 就會有一個穿過的一個效果 然後點地板的話 它也是會非常混亂的位移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著重於 在它的這個三軸的調整 或者是到編輯這裡 去調整它的一個 XY 像我們這邊就可以把它置中 XY置中 然後高度的話你就可以選 像目前我不想要這個雪的效果 所以我把它的高度拉高 然後它的一個視角操作 是沒有直接下降的 例如你按Ctrl 它是不會下降的 你必須要視角朝下 按著W 它才有辦法做一個向下的視角 這邊是比較有點可惜的一個操作方式 然後這裡 右邊一樣有一個複製 我們點選地板之後呢 按著Alt 你旁邊拉就可以複製出來了 然後Shift 去點選的話 它兩個框起來的 一樣又可以再做一個 一組的複製 那上面有一個組的一個數字 這邊目前創造模式只支援到 總共25個組 所以如果你的東西是26的話 你只能以最多25個組 去做一個一次性的複製 或者是一次性的托椅 變換它的位置 這裡就比較可惜 它的一個組別其實沒有設的非常多 那刪除的話也是按Delete就可以刪除掉了 然後這邊要來說一下 設定我們建議從你的輸入這邊 滑索靈敏度可以直接先拉滿 套用 為什麼要拉滿呢 因為在剛剛的這個組別啊 或者是你要移動的方向 它都有一個比較慢的效果 如果以現在這個拉的方式來看 10的滑鼠靈敏度移動是偏快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如果你用你平常FPS在瞄準設計的這個 來看的話 它的一個滑鼠 我已經拉到螢幕邊了 它的移動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是靠看你個人感覺去做調整 我個人在創作的時候就會把它拉到10 要做一個快速大範圍的一個移動的話 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你從螢幕的角落 拉到螢幕的一個斜對角 那它也會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這是在操作的一個小訣竅 簡單做個分享 那這邊會關係到你在本身 有沒有收集到它的一個物品 像我的這個活動物品 就少了一個這個 所以我沒辦法在建造的模式下 抓出這個物品去放到地圖內 那秘密物品呢 應該也是有這樣的關聯 普通物品的話是基本上 它的一個大概三四百個物品 都是可以隨意使用的 所以這個普通物品不用特別去解鎖 應該沒有影響 那建築的結構呢 也是挺多的 這邊都可以去做慢慢的研究 那像有些屋子這種 它並不會給你一個很好的一個內部擺設 所以你可以自己創造一個空屋 然後去在裡面做一些 家具的擺設之類的 家具的擺設之類的 然後有一個快捷鍵 剛剛沒有介紹到 Q就是中間這一個 可以做旋轉 或者是可以放大縮小 那當然你用編輯的這邊 其實就是Q的這三個 如果按右邊重新整理 讓它恢復預設值 就會變回原本的樣子了 所以Q也就是等於編輯這一塊 就是Q 然後本地跟領域 這一點其實我還沒有特別的去區分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本地跟領域有什麼差異 那麼這裡呢 我想要聽有BGM的這個地圖 所以我們換來南瓜小鎮 然後這邊呢 我們由於它地圖本身也比較暗 所以我們的亮度可以稍微調 亮一點點沒關係 好然後 假如你想要先在地圖走走逛逛的話 它會有一個要求 我們換成中文來看 它會要求你 你要遊戲測試的話呢 必須測試之前保存這一個 好那我們按OK之後 給它一個名稱 最好是不要常見的 那我們就來一個 好 之後按儲存 這時候你的佈局呢 就會有一個儲存了 這時候我們返回在遊戲測試 就可以進來玩了 那你在這邊就可以一樣選擇技能 只是說一個人玩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重點 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看地圖它本身有 幫你做了一些 邊界 就是粉紅色的這個結界 讓你不能跑出去 那你還是可以稍微認識一下 這些結界外面也是有建築物的 那就說明了這個結界外 其實也是可以做一個搭載的 退出遊戲測試之後來看一下 結界外其實是可以做搭載 你也可以站在結界外 那有些其實是非建築物 像這些樹啊 外面地板 它可能有一些不是建築物 有些是一個貼圖 空心的貼圖 那如果你跑太外面的話 可能會掉到地圖外 這時候建議立即推出遊戲測試 你就可以恢復你原本的這個 放造模式下的一個自由視角 那我們認識一下地圖邊界之後 其實可以用這個邊界去做一些 就是說它也有一個 最上面有一個極限的頂端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地板 建造在一個極限的 頂端之上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開始活動了 先隨便找個地板來 建造起來 然後這邊也順便教一下 你建造的東西 你不想要建造的話 按一下1 英文字母的1 它就可以取消掉了 這樣子 這樣子不是按Delete取消 是要先按1取消 它就會把這 粉紅色的一個 預設景象給它關掉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有一個地板 這地板我們可以去測試一下 大概 像它這張圖的一個 邊界 差不多就是這裡 所以如果你地板放太低 放太低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一個卡住 就是我這邊是進不去的 這邊進不去 所以我往後走就會掉到地圖外 那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把它拉的高 那我們就從編輯這邊去看最後一項是它的高度 先預設個1萬 這樣我們就知道它的一個 南瓜小鎮上面就可以開始做一個建造 並且欣賞它原本的BGM 那地圖本身的一個亮度就是剛剛說的 已經有一個預設值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透過亮度去改變 也不是不行 只是說它的燈光效果並不會大於原本的地圖 首先我們在這個燈炮這邊 這邊是有一些功能性的 像獵人的出生點 女巫的出生點 然後可以做切換的開關 還有這個是燈炮 燈炮的亮度呢其實也是不會很大 可以點這個放大看一下 它的亮度呢不會太誇張 然後燈炮也算在一個建築物裡面 看地板女巫獵人加上燈炮 所以你真的需要大量的燈光 才能去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那老實說是有點 可能在建築物完之後 再做一個燈炮的一些裝飾 去改變你的光源 會是一個比較後面的步驟了 那它這邊也有像這個一次性的跳墊 跟重複的這個幽靈跳墊 然後還有這個森林的這種蘑菇跳墊 這些功能類 然後魔法牆也是在這裡 然後魔法牆的話 這邊也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你在生成的時候 滑鼠滾輪去滾它 它就有這個方向性 去做提前的旋轉 那你當然也可以事後在編輯這邊做一個旋轉 魔法牆比較奇妙的是 你沒有點到它 它會比較偏向隱身消失的這個效果 如果你要建魔法牆的話 個人是建議在最後面 把這個你的基本的雛形蓋完之後 最後面才建魔法牆 不然你可能在點這個時候 又會點到旁邊的魔法牆 你明明要整理地板 但是你又點到這裡 就會比較混亂 那物品的話呢 也有分所謂的 可以啟用的物品 就像燈啦 煙火啦 這些蠟燭啊 主要都是燈類的啦 那像有這個照相機炸藥桶 這些也是可以做單獨的一個選擇出來 樂器啊 這些 然後可以啟用的話呢 就可以用到這個燈泡區的這個切換連結 那我們來做一個 連結的教學 這些我們先把它拿掉 因為這些不會連結 好那首先點擊這一個 開關 然後TAB按著切換到這個連結選項 那你按著Shift 去點可以連結的地方 它就可以有這一個 以連結的列表 那如果你有很多個 一如我想要順便切換一個門 然後我想要順便讓它 有一個燈 可以切起來 那麼一樣回到連結這邊 點選這個開關 剛剛你已經連結了這一個 再連結這個 再連結這個 Shift加左鍵就可以去連結它們 好 那如果你覺得我不想要連到這個爆炸桶 然後就把它 取消掉 那這彈藥桶就不會連結到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有兩個可以同時作動的這個箭頭 這時候我們就遊戲測試 那彈藥桶呢 這邊是可以把它做丟掉 然後這邊由於它 開關 它是重複的 你可以重複使用 你再來回踩的時候它就會有作動 那當然它也可以限制成單次使用 這個單次使用的話就是你踩一次之後 它就不會有效果了 它就是維持你開啟之後的樣子 那它顏色也會變成一般的石頭色 所有的這些開關都可以選擇單次或者是連續使用 但是它有一個要求點就是一定要獵人或女巫 觸碰到 並不能使用物品去做按壓的方式 這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在官方的地圖其實有一些是可以用物品的按壓 大家去做一個連結 不過這個功能目前沒有開放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個 連接這個 這個再連接這個 所以這邊呢其實都是有做一個互動連接了 像這個 這個按鈕它就是要持續踩著的 然後時間呢就是踩一下啟動一次 那這個開關啊會比較 就是有點微妙 它是有一個碰觸 那碰觸之後它也會做一個開關的擺動 這個要按著 這個踩一次就有了 所以按著它又會不亮 所以這個連結呢算是蠻有趣的就對了 那大致上呢它的功能其實就是這一些 這個門也是蠻有趣的可以做一個示範 因為它就是沒有所謂的限制 我們可以複製出一個 然後給你看一下它不同的一個角度 回到連結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例如我把這個 這個連結取消了 只連著它 然後踩踏式的呢連著它 踩踏式就會有兩個階段 壓著的話就是只能去壓著 也是一個不一樣的選擇 它會向下沉 放開它又往上沉了 那這個是踩一次 離開之後它就會自己到定位 再踩一次 它就會回到原本的位置 所以這兩個 踩踏的方式呢 需要壓著跟不用壓著 也是一個不一樣的選擇 然後呢在某些物品 像這些 有功能性的呢 它都不能夠讓你做一個放大 看它只有位置跟旋轉 就表示它還是能夠旋轉 但是它不能放大 它連簡單的長寬拉伸都不行 所以它不能給你做一個放大 像門的話也是一樣 它也不能讓你做放大 那地板類型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放大 但是它會有一些圖樣是不一樣的 像有些地板呢 直接放大的話 它會延伸出不同的貼圖 會持續補滿 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比較沒有 有一些變成會是所謂的延展性的 像這一種 這一種它就只能延展性 所以你會把它的這個 竹子的竹邊變得非常粗大 那如果你要比較好看的話 可能就要是同樣的竹子去做一個延伸 就可能要變成持續的複製出來 這樣才能鋪滿一個比例比較好看的這種效果 那地板的話就是有一些要去找 找可能比較有特殊圖騰的 或者是這種圍牆也可以當地板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啦 那再來有些旋轉角度會比較便宜 就是你剛放出來的物品 它其實不是正的 你剛放出來的物品 可能是以你視角來看它是偏正面 但是你看它這裡檢查角度它是偏移的 像這個地板也是偏移的 我們可以先提前轉正 這樣你在把它歸零之後呢 你後續的調整會比較順 比較正常 地板我們可以先拉長放大 作為一個基底 然後它如果這個重疊的話呢 建議是把它刪掉 可以預設一個高空作為搭建 但是你還是要去看一下就是 有些地圖上很高空之後 還會有一個限制 所以你也是要不時的去測試你的這個 遊玩上會不會有一個 額外的透明的限制困住你 然後目前有一點比較可惜的是它 除了不能按按摩托四角向下之外 個人覺得它只要移動過 我就不能復原 我復原的是它的外型跟方向 但是我不能做一個回到上一步的這個方式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再做調整 如果你按到黃球去做任意移動的話 會比較複雜 會比較難調整 除非你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紀錄它的這個定位點 不然它只要按到黃球移動的話 我個人都是會刪除重做啦 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看你移動起來 它並沒有貼著這個地板 你只要一移動它就會浮起來 所以它不是非常平貼的地板去做移動 那整體來說呢 創造模式也是可以稍微花點心思 來看看它要做什麼的 那這邊呢就是如果你可以 你有時間做一點做一點的話 就是從這邊再儲存一次就好了 儲存之後呢下一次 這個就可以按否 按否之後你可以從下一次這個 創造模式這邊按載入地圖 這裡有你剛剛儲存的SS 然後進去 但是進去之後你會在地圖的正常出生點 你必須要往上移 往上移往上移到你建造的地方 那麼這邊呢我們用一個生成點來儲存 儲存生存點之後 例如這個女巫 我們等一下再重新叫出這張創建地圖的話 它就會從你有設置生成點的地方開始出生 這樣就不用再花一大把的時間去移動你的位置了 那麼這裡再補充一下一些操作上的小技巧 或者是說比較基本的一個認知 首先你在點物品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這個三軸出現 但像這個燈光類啊 你靠它太近 它就比較不容易看到 然後你要指到對的軸 它才會有一個比較淡淡的顏色出現 這時候我們就是稍微拉遠一點 如果你的視角沒有其他建築物擋住的話 是可以拉遠一點 去做一個這樣子的移動 像它這個就 顏色比較沒辦法去做調整 說讓它的這個三軸變得比較明顯一點 這是比較需要在自己的這個視角做這樣的調整 那再來就是我擺了一些東西 像這個鐵錘是有一個斜角度的 像要敲擊的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你進遊戲測試的話 它又全部掉下來了 所以這一邊呢 是在遊戲放好物品的時候呢 你當下就是進到編輯這裡 確定一下你的這個道具 這個物品是要做為所謂的裝飾品 還是說它是要有一個自然下墜的 看一下我們啟用物理性 它是要有一個掉下來的這樣的動作嗎 還是說沒有 它是要正常掛上去的 那如果你這個物品在建造的時候使用物理性的話 它就會掉下來 那你就要必須從頭把它復原 你就必須再做一次調整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當掛飾的話 就是禁用物理性 然後它如果是可以切換燈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選擇它是要開啟 還是要關燈 然後我們再做個測試 所以以女巫視角的話 剛剛這個鐵錘啊沒有做禁用物理性 它就會掉下來打到旁邊東西 那這個女巫招牌啊 它是禁用物理性的 所以它會掛在你原本建造的地方 就放好的一個位置 但是它整體來說還是一個所謂的物品 所以女巫左鍵它一樣是可以做為變身的 並不像這些都是所謂的建築 所以如果你的物品掛上去 在可以變身的 High NC模式跟Mobification模式下 它這些都是女巫可以做為變身的物品 比較難說把它變成 直接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讓女巫沒辦法去指導變身 這個是也是還沒有做為一個可以變換的功能 那我們這邊呢就把我想要固定的東西 禁用物理性 然後這一隻熊呢也把它禁用物理性 這個不會動的 動起來的獵人也把它禁用物理性 這時候我們就是測試看看 它怎麼打都不會移動的 但是我沒禁用物理性的這個 還是會被打中 你看它以獵人視角它是不會移動的建築物了 但是你沒禁用物理性的話 它打到這個 還是會有物品的彈跳 跟它的一個 反擊 反射 這在獵人視角來講就是有這樣的差異 那如果你是女巫的話 不管怎麼樣它都是可以變身的 不管怎麼樣它都是能夠變身 而且也能夠用到它的這個 互動鍵 然後在創造模式下的測試呢 是沒辦法按著Shift去穩定你的物品 這裡也是在操作模式沒有弄得很好 等於如果你這個鐵錘倒了 就沒辦法站起來了 但是就是做一個測試而已 所以在這個編輯這裡的物理性 這邊也是要稍微去給它做一個研究 那如果你想要看你的東西有沒有擺正 你也可以把它拉起來 然後啟用物理性 如果它底部是平的話 碰到地板它就會是正的 那如果你像這一個 把它拉高 之後啟用物理性 這裡 它如果正常放到地面就是平的 那如果你把它做一個旋轉 這樣子它可能就會歪七扭八倒下來了 這也是可以測試一下你的物品 是不是放在地面上 或者是你的物品有穿模了 有穿模了 但是你的視角剛好沒有發現 但是你在遊戲測試它又會被推出來 你在遊戲測試的時候它又會被推出來 除非你有把它關閉所謂的它的物理性 這時候你把它埋進去 你埋進去之後關閉物理性 你在用遊戲測試它就會變成建築了 就是這樣子的差異 當然在女巫視角它一樣是可以變身的一個道具 這個不會動是因為卡住了 剛好被鐵鞋給壓制住 這邊就是簡單的做一個小補充 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個創造模式的簡單教學講解 它的功能呢其實也不是太複雜 當然也是有缺少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例如傳送門 然後本身也沒有把傳送門的那一個功能 加入我們可以開放使用 那麼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這次就分享到這裡 後續如果有什麼發現新的功能 或者是有一些修正的話 可能也會再補上新的影片 來做說明講解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